哈嘍大家好我是阿嘎 今天又回來玩這個靈魂石新存者 呃上次阿嘎玩過 玩過法師之後呢 很多觀眾朋友提醒我 哈哈 阿嘎你忘記選武器了 然後我這一次呢 就記得要選那個武器啊 在這個特點這裡 選擇人物 然後原來是要在這裡再選一次他的武器 我才會 才能用新武器來挑戰的呀 那這一次我就用這個戰士 因為很多網友說戰士很強啊 然後我就用戰士來試試看 然後用新武器 來試試看吧 然後隨意選一個版圖 我覺得其實都差不多 那隨意一個吧 然後今天我我我打算 主要選一些近戰的武器來打啊 試試看 然後因為這個武器他一個 主要的 的傷害他有一個 流血這個磁條 那我就 也選流血這個偏多一點吧 那我盡量走近一點去拿一下經驗 因為這些敵人其實他對我的 就是沒什麼攻擊力 終於這一次 看得 看得出來他的技能是 是變厲害了 是上一次 哎這裡選 選個擴張性吧 讓他的範圍大一點 然後今天他打算 提升那個技能的速度 還有這個範圍 主要就這些 看看然後剩下的就交給 看看他走暈不走暈了 哈哈看運氣如何了 近戰近戰好選這個虧爛打擊 上一次就很浪費 我明明升級了 然後又 然後又沒有換新武器來打 就很浪費 嗯這裡選個 額外增加10%的自密集威力 我選這個吧 我 主要都選一些偏攻擊力的 的技能啊 讓他 讓他殺怪時候快一點 那應該可以讓我升級的快一點 然後上次還是被嚴厲的網友看得出來了 哈哈 哎有提升技能了 然後今天我今天都選一些加技能的 的技能哦哈哈 就是加技能的選項 因為之前試過了 盡量把技能的等級提高一點 好像威力會好一點 然後這裡 這怎麼都沒有近戰的呢 恐嚇那我來洗一下牌吧 我可以洗一次 哎然後有兩個近戰了 那我選一個時間短一點的吧 征服 而且他也能夠疊那個流血 那試試看 哎又有了 致命一級加厄韻的 然後就加範圍的 網友有說過其實加這個厄韻也不錯 嗯 但是暫時我還沒有疊厄韻呢 那我先疊這個範圍吧 畢竟他也是一個綠色技能 那運好像是說 另外還有一個技能 選了之後呢 就可以提高我的暴擊率 讓我攻擊力更強 後面可能會選了 因為 我覺得很難避免就是 一定會選到的 增加致命一級的效力 然後這是攻擊速度 那我選攻擊速度吧 我就想讓他出招 出招快一點 平凡一點 網友跟我說他他打打敵人打到好幾萬的傷害我真的哎我還沒有打得出來 怎麼他剛剛打起來就幾百幾百這樣 哈哈 哎這裡有一個雷霆一技啊 很多網友好幾個網友都推薦我用這一個說他威力很強 然後他正好也是近戰的 那我就選這個吧 然後看後面就看緣分了 因為網友說哎我選了好幾次什麼 好像攻擊次數加一啊 然後他疊了三四成了 阿嘎從來沒有試過那麼 那麼高的運運氣哦 人家其他主播都是疊了疊了什麼buff 然後各種各種優良的buff 阿嘎我好像都在疊那個debuff 我運氣就是debuff 然後這裡選一個 增加這個致命一級效力吧 其實地圖上面紅色那些好像都是這些法師打出來的 那我盡量都挑這些法師來打 就是優先先把他打直 看這一種就很煩他 他有這個大範圍的攻擊 然後選什麼呢 暴擊率 暴擊率加5 選個暴擊 雷姬 雷姬 射成的好像都是眼弓呢 那選個雷姬吧 後面看還有沒有近戰的 然後我再換給他 被打了一下 所有區域類型的技能 範圍增加 偏偏他就是我最不想要的那個 我後面還會換走他 那我選這個吧 哎這個加等級的好選這個吧 那個那個 那個雷霆一擊好像真的蠻強的 我一打下來然後好像都 就是旁邊的怪物都打開去 好了這有一個近戰的來個冰錘 增加冰凍戰錘的技能傷害 好我要這個 哎雷霆一擊技能影響範圍增加 可惜啊不是再打一次那個 那個是傳奇那個等級對吧 就是好像是橙色的 然後這裡只是紫色是紫色的 但我還是選這一個吧 雷霆一擊儘量把他的等級提高一點 看效果如何 畢竟網友大力推薦 我覺得應該肯定是 很不錯的 防火牆哎這裡有個近戰的 好用他換走這個雷擊吧 好了我然後我現在全部都是近戰的了 我今天就是要打近戰的 然後所有近戰類型技能傷害增加 這個不錯哦增加20%哦 正好我現在所有攻擊類型都是近戰的 攻擊速度好 那種攻擊速度 然後這些又不要了用 用這個哎會爛打擊 技能加1 那我先選這個吧 攻擊速度高運吧 厄運 傷害加15 加厄運好了 還是要提高傷害呢 好像疊一些debuff 好像效果會好一點 那我選這個吧 哎每當我有一層厄運 就有50%的機會會有混亂 然後他敵人受到致命一擊的機率 就會提高了 他多疊一些厄運 然後敵人就會被打得很痛 拿點被動 那這里選個寒意吧 好好像寒意可以後面再選一個技能就減低敵人的 防禦力啊類似破搶這樣的效果 好像是這樣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範圍增加 範圍增加 如果選的不好 歡迎觀眾朋友記得 留言告訴我一下 那我下一次可以 可以提高一下我的水準 那我下一次打的更好 重擊增加 增加傷害 怎麼走的那麼慢呢 是不是誰在暗算我呢 應該是敵人 哪些可能有一些法師之類的 在減慢我的速度 這個 又來一層寒意 啊可能會不會是那些蜘蛛啊 他們給我不停的疊 那個走路很慢的 的debuff 領結 然後造成傷害 然後100%對滿血的敵人造成 致命一擊 那我選這個吧 哎來了那個 boss來了哎呀走不動啊 卡住了卡住了 暴擊率好選這個 再選個被動技能 哎這個增加次級的等級 好死了 好像打的有點變快了哦 提高重擊的等級 好 能獲得 受傷少一點 生命多一點 那我選這個收集範圍增加一下吧 那我減經驗可以快一點 所以打敵人除了暴擊的話 應該就300多 這幾十的是什麼鬼 那雷霆一擊真的威力挺大 一打下來透一千多 如果他能出現的多一點就好了 平凡一點 攻擊速度提高15% 這還藍色多 不錯 現在我的攻擊速度提高多少 29 怎麼那麼零零碎碎的數字 29還挺少 還要多選幾下 再疊二運 好像現在敵人不多嗎 是因為我輕怪快了還是他剛好敵人來的比較慢 確實那些 跑過來那些 那些帶爆炸桶呢就很麻煩 那我這裡拿個 拿個自然好了 再加一點點的傷害 再加一點點的傷害 燃燒傷害 那剩下的另外一個就是 什麼 加那個 減取範圍而已 那我就先不選那個 再來個 綠爛打擊 還是要這個勒 攻擊速度勒 再提升一下他等級好了 好像等級越高打起來越厲害 又是這種爆炸桶 為什麼網友運氣都那麼好 能夠拿到那麼多 哎才講完 哦我這個這個好哎 這是所有近戰類型都可以 激活時候多施放一次 那終於阿嘎等到我的運氣了 好選這一個 多施放一次 哇 感覺好多了 爽了 那如果後面再給我多拿幾次 那就不得了了 那我打他還是沒有很快 那他流血其實疊得很高的 我期望就是幾下幾下把他撩掉 哈哈 這裂為坦裂為坦 我好像是不是這個武器出來了 之後才出現的技能 那我一直沒選他 因為他加傷害加10% 然後還減減我冷卻時間 就是不是就是那個 增加我的冷卻時間又加8% 好像好像加了好像 就是拆東牆補西牆的感覺 他變強了 這邊變弱了 好像沒什麼意義就不選 嗯感覺好多了 好像我的 終於到我把他打成爽油了 攻擊速度再提升 要不我就提升攻擊速度好了 反正他都等級7了差不多了 他總是給我這個灰爛 如果給我一個這個雷霆一擊那 那那我可能就 我現在想要他招式出來多一點 那我現在開始優先疊那個 出招的速度吧 反正就優先與其他不是非常重要的 等級了 除非他給我的是雷霆一擊 雙重施法 紫色的哦 打臉了 好吧 那我就要這個吧 他多釋放一次嘛 划算 哇三錘我剛剛看到三錘 一錘就是三錘 他多久錘一次啊 5秒每5秒錘一次 錘錘錘哇哦爽 我又改正一下我剛剛講 除了那些增加 增加攻擊 攻擊次數的 之外 我就選那個加攻擊速度 好熱鬧 到底是誰發動那麼多的攻擊 是不是拿一些法師啊 其實我現在跑過去然後就可以把他免掉 現在清怪速度還挺快 然後那個 那boss又來了 哎呀 沒閃過去 七十層的流血了 還不錯哦 哦 致命一擊的效率還有傷害提高 那我要這個吧 哦好了boss了 好像打他越來越快 然後現在剩下最後一個 然後今天打的好快哦 才十來分鐘之前打 最久好像打了快半個小時 進戰果然是厲害啊 後面阿嘎可能會再來試試 打打看什麼火系啊 那些 暴擊機率 攻擊速度 好了 選攻擊速度 阿嘎後面可能會選一下火系啊 冰系啊那些 來打一下 然後雷俗性的雷霆一擊今天算是 感受過了他的威力 可是沒有真的把他撐到很高 是很可惜沒有選到他的那個 多重施法那個字 但是其實我的進戰類 那也算是給他多疊了一次 多重施法 就是沒有到我現在看冰錘那樣子 一打打三下 當然網友那種 怎麼選了四次的雷霆一擊那種 那應該 一墊就墊五次嗎 那種就真的誇張了 我覺得阿嘎可能 不再要打多少次 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阿嘎打這種 ROCK類型遊戲 就是 運氣不夠就只能用肝來臭了 呵呵 都是一些普通的 的東西阿 收集現在加點這個 收集水晶範圍好了 反正都沒什麼作用 好 反正差不多啦 我要打兩千六百個 小怪 然後那個boss不出來 然後現在都快到兩千五了 哎 增加重擊的傷害 要這個 如果 如果他後面可以再給我一個 什麼 近戰傷害 所有近戰傷害 加 加攻擊速度一次 那就更不得了 我就很 我就會很難多 呵呵 我現在都在拿 努力拿那個 為數不多的經驗 現在實在是不多了 然後要升一次等級要好久 我還想要升級阿 不然的話我就站著跟他打 機有力量 哎 暴擊機率吧 也沒啥了 那個boss我就不過去了 他自己過來吧 我都看不清打Boss一下打多少 好像已經死了 我還沒看清哦 呵呵 好了打死了 好了 那就打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點贊關注一下 今天算是打的算滿成功的 好啦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